好,开始我们今天的结盘 不知道今天网络会怎么样 因为外面天气非常不好 那么,昨天市场分析 我会跟大家讲 我说,市场会是一个偏向于震荡的行情 那么,昨天的话,大概,我解完盘以后 市场走势来讲,基本上都是震荡的行情 当然,我希望大家不要问 为什么之前,前两天,我会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的话比较复杂 我没办法一下跟大家讲清楚 就是说,为什么市场会进入到震荡行情 声音小 如果说简单说一下 就是,其实这个道理呢,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又会很复杂 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当所有人都去做交易的时候 我是不做的 当别人不去做交易的时候,我是做的 我说起来这个话好像有一点夸张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大家是想一下 上周,加息以后 我们,当我们去做空美日的时候 市场里有人做吗 没有 对吧,当我们离场了以后 有人做吗 会有 包括奥币也一样 奥币的话,我们之前做空的时候 当时有人做吗 没有 当我们去不做的时候 那一天,当我们出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进空灯 所以实际上市场里边的话 因为,一直强调一点 市场是一个零和的游戏 就是说,什么叫零 零的概念就是说 其实单位时间内 前进前出 就是由你的口袋流入到其他人的口袋 或者是,你从其他人的口袋赚取到你想赚的钱 所以,实际上市场里边 这种大概的一种逻辑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我的核心观念里边有一句话 这句话,我告诉大家自己可以去理解 当然我自己会有 当我展开的时候,会讲到其他的更细节的地方 其实就是,别人不敢想的事情 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当然,相反的也是一样 别人都想的地方,你就不要去想 别人都做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做 所以这个市场的话 其实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当中去运行的 好,那么我们今天开始 要干什么 要开始建立 什么时候他们又不要 又什么时候其他的交易者又开始不做交易了呢 这就是接下来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有市场进入到了震荡行情 你会发现 像昨天 为什么有时候我在群里边 我不累跟大家去沟通和交流呢 容易打架 第一个是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的乱 而且的话容易产生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你说的一句话 可能会变成被别人无限的去延伸出来 很多很多的东西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其实交易的话 第一个分析是一个主要的方向 第二个是交易的节奏 最终的话是要交易节奏去控制的 而不是说分析怎么样 我分析的话,比如说澳币我是看空的 那并不意味着 我说在我做空澳币当中 我就不会去动我的交易 或者就不会去做一些其他的改变 这是两回事情 但是在一些人眼里面 当你说出这句话的话 他们会把这句话无限的去改变成他思维当中 所想的那个样子 这也是可能你们也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很多同学总认为我们自己是客观的 其实不是的 但凡你我去给大家做这些交易 你做不上 其实都是你在主观分析我的思维 这里边的话第一个是心理学方面有一种 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认知连续体技术 一个是选择性吸收 通常的话这样的人都这两个地方都会具备 一个是认知不连续造成的 一个是选择性吸收 就是说只选择你们喜欢的内容 不选择你们不喜欢的内容 所以到最后的话结果是 即使是我是做的是对的话 但是你们当你们认为那个地方有风险的时候 你们是不做的 所以我之前也反复强调过 现在能留下来的人 有很多人已经跟随我一年了 去年一整年的话 那天非有一个同学非要我去总结 我去年一整年到底大家做了多少点的交易 所以去年的话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 一共是3680个点的获利 对应的是170个点的亏损 就去年一整年的一整年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结果 那么他们现在会留下来 但是结果是后来我也分析了 实际上能做到3860点获利里的人 包括我在内我也没有做到这么多点 就是说我是看到这么多点 包括也分析出来这么多点 实际上我也做不到 我只做到将近2000多点 就是做到了60%左右 那么其他的人可能做到了1000多 我记得那天tad跟我讲 他可能做到26002500 那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是什么概念的 就是说我希望大家理解 就是说我们人是主观的 一定不是你们所想象客观的 我一直强调一个问题 当道士理论被提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就很多人就会说 道士理论说他是一个客观的 然后我们学道士理论 我们就认为是客观的 这是一个很扯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包括道士理论的发明者 他自己都承认自己的 不是一个所谓的客观性的 他是说他自己是客观化的交易者 但是他不能够解释出来 到底什么是客观 客观的东西其实是相对的东西 我会有讲 但是说解盘的时候很难讲清楚这个事情 好这样的话我就会跟大家讲什么 我们要想象一下 市场里面到底现在什么时候 会发生 大家又开始不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我在讲 当你发现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 市场就会进入到震荡行情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有一部分人是要看多的 希望往上看 有一部分人希望是往下看 当然品种每个品种都一样了 那么这个时候市场会进入到一个震荡行情 震荡行情的话 而且它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如果是未来方向判断错的人 第一个他是会赔钱 第二个是未来方向即使判断对的人 他会赚的钱也是非常有限的 你们试想一下有没有这样 你们身上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比如说你判断对方向 是的 但是经过了一段震荡行情以后 你的思维会被无限的压缩 最后可能走入500点的行情 你最多能拿30点到50点 然后最后你会 会说出来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会影响深远 会造成几乎你们如果这句话不解决 或者你们不能够把认知改变的话 这个市场你是看不懂的 我可以明确的讲 这句话是什么 就是说我当初看的怎么怎么样 然后早知道我就拿一拿 如果你有这样的思维的话 我可以明确的说 你离这个市场的真理太远太远 而且你可能从你进入市场到离开市场 你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你的能力问题 并不是说你想拿就能拿的 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 我们人在这个市场里面能力大小都是用 在阶段性都是股东的 你能看到50点只能拿50点 超出50点的部分不是你自己的 给了你是害了你 当然你说你听我解判 我每次给100点或者150 这是另外一个回事 所以你自己做交易的时候 你要自己有清醒的认知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往往在短期内出现了一个大的盈利 那么最后面临的就是更大的亏损 这个是我之前反复会强调的一个事情 好 那么我们继续思考好了吗 从前天市场开始进入到震荡 昨天的话我讲的 昨天 昨天的话我跟大家讲 前天晚上我说我们去可以做空一次黄金 然后我跟大家讲 每个品种会拉开它的后面的震荡空间的行情 然后到昨天晚上我跟大家讲 拉开了震荡行情以后 它会趋向于什么 横向结构 所以到昨天晚上 基本上每个品种都是横向的 那么今天的话 市场白天也是横向的 当然有些品种是有波动 但是波动值到我解盘之前 又基本上抹掉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思考 一天可不可以做到 不可以 为什么 一天的话人还在关注着 两天可以吗 今天也不可以 两天还在关注着 通常来讲到了 这是我的认知范围通常到了第五天 第六天 如果市场反复反复震荡 反复反复震荡 为什么这样 因为在上周的时候 从一期开始 加期开始这件事情以后 市场走的是一种趋势形狂 比如说在这个 我们看到日记的一些形态上 自己去想 我不掉图形 自己去想 日记形态上是一个 类似于是一个持续性的上涨 或者下跌的过程 那么这个时候 人们开始建立的是一种趋势型的思维 那么如果趋势型思维 用到了今天可不可以 就不可以了 今天不管是哪个品种破位了 你去追 就会有风险 因为市场进入到了震荡行情 应该是高抛低吸的方式会好的 但是人们的思维方式 是无法很快的扭转过来的 为什么 因为在开始刚刚运行趋势行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做的 到了末端的时候 我们开始做的时候 实际上是进入到震荡行情 可是之前连续10天的下跌或上涨 帮你建立的是趋势行情 接下来在五六天以内 你总是想 这个方向会有大行情 那个方向会有大行情 你总是去追 你总是错的 好 到了五六天以后 你终于不想追了 行情开始发动 所以你还是做不上 这边的话实际上 这些和你们所认知的有形的东西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它是无形的部分 它讲的是一种市场内在的一个运行的机制 永远是向着小部分人的方向去运行的 而且这个东西永远不会改变 你包括你在发明任何的东西 任何的理念 任何的指标没有意义 因为那些东西的话 它都是滞后的 或者和市场不同步的概念 你要找到市场同步的概念才可以 记住这一点 所以那基本上 今天晚上我也可以讲 还是没行情 就说 因为昨天进入到震荡时 它是符合我预期的 而我预期的话 是说这一周都会这样 甚至于到下周一周二都是这样 而是到了下周的费农之前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了我不说它一定会发生 我要看 这是我用我的理论 或者用我的思维方式去同步化市场 然后发现这里面的规律 就是说 当市场从昨天开始进入到震荡时 昨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今天明天 好到下周一二 好这就是五天了 基本上到周三的时候 市场开始关注费农 通常来讲 我记得我之前也讲过了 我记得我在几个月以前的费农里面说过 我说通常市场会到飞农那一天开始动 在飞农之前是震荡的 但是有特殊情况 会出现飞农之前就市场会运行的一个状态 而这一次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当上开始的时候 从加息开始去进行波段运行的时候 所有人踩不到点 当然我们有做 但是我们有做 就是市场大多数人是踩不到点的 而现在是略微可能很多人是被套的 或者是有追单的 然后被扫掉的等等等等都有 然后的话经过五六天 然后到了下周三四的时候 那么市场会认为一直在横向震荡 那么可能就要等飞农 但是恰恰如果这个思维是成立的话 恰恰这一次就是在飞农之前去运行 而且不等飞农发布 只有这样的走势才能够使得 接着会发生 接着是大多数人无法去交易的 或者接着是大多数人无法去参与这个市场 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思维会被飞农所影响 会认为行情在飞农才会发生 所以就会不经意见就会可能因为震荡的行情 连续的起盘可能心态也不好 然后想等飞农好 这个时候正好是要发动的时候 所以这样的话就看来就是相当于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经历 现在去建立这种思维 然后建立的是 如果你发现市场里面还有人在做的 好那就还没到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市场里面开始有人很烦躁 说为什么上下席 为什么横向阵 为什么不去走 就这天基本上行情开始要发动 为什么 因为那些人已经心态已经不好了 已经崩溃了 然后同时认为市场已不会大大的行情 在飞农之前 所以到那一天或那一两天的时间 就要观测市场开始要进行波动 而这个时候就是我讲的 就是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 因为之前走了十天 他走了十天以后做一个中继调整形态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吧 那么你们学过没学过 当然学过了 如果你们做两三年说你们不懂 如果比如说做两三年的教育者 你们不理解吗 一个波段行情要接的是什么 接的是一个中继形态 对吧 那为什么说我们经常是波段行情没做上 然后你非要在中继形态去做一个波段 就是你学的东西是死的 你用的时候 你就把这些事情都忘记了 就忘记了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书籍上很多东西 它只是讲的是一种有形的概念 真正在市场里面无形的东西 你要自己去思考它 就像我今天白天跟我们同事去讲 我说我这次有两天以前就要跟大家讲 我说市场会进入到震荡市 然后我会讲到前天的时候 我会说做空一轮黄金市 这个震荡市里面我觉得唯一还能做的一个行情 当然那天说英镑也跌了 黄金也跌了 欧元也跌了 就说这个概念 我说的意思是它拉开震荡空间的时候 起码在刚开始拉开的时候 这个顶部还是比较好判断 但是等到它进入到了震荡市里面 这个就不太好判断 当你高抛低息是另外一回事 那你知道等到市场里大多数人不去做交易之前 但这个时间节点 你怎么去判断它就很重要 当然了这个的话一般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做的 如果你已经开始建立了趋势性思维 那么最好别两种思维同时了 这样的话容易做成人格分裂的 我见过这样的人 我不跟你开玩笑 就是说已经开始建立了趋势思维的 然后就强行需要做震荡思维的 做来做去做到最后 其实两边都会产生很多的矛盾的地方 然后如果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真的最后就是 最后就是因为到底选择震荡 还是选择趋势 然后自己跟自己打架 就脑子里面有两个思维在打架 那这个时候 最后会很麻烦的 见过这样的人 最后他只能离开市场 因为离不清这个概念 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一样 如果你认为你是个新手 你刚开始做 你要说高抛低息 好 这样从现在开始 到下周三以前 你都可以这么做 因为市场应该都是这样的走势 而且上下幅度的话应该 看品种 品种之间的空间不一样 但是今天可能还是非常小的波动 估计到明天或者到下周一二可能波动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趋势是没有的 是震荡的走势 你可以高抛低息 如果你等趋势的话 这几天就放弃就好了 没必要去参与他 因为昨天我一直强调 我说从我去分析 是一步一步的 假设昨天晚上大动了 那今天昨天我的分析就作废了 既然昨天晚上没有动 那今天也就不会动 就是连续的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认为他是五天六天 那天我在群里也说了 我不是开玩笑 那天有人说 后来有人同学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直接就在群里面就说了 横向六天 我不是开玩笑的吗 分析完了告诉你们横向六天吗 对吧 我才跟大家去讲的 然后我会晚上告诉你们原因吗 这样的话就变成的是 趋势行情的人要学会休息 一直强调这个问题 我们总认为行情每天都有 不是的 你们见过一个月的震荡期吗 那个是一个 现在还是还算好 现在是四小时几次的 横向的话六到七八 六到八天左右吧 你要遇到了日线的横向 那就一个月的时间了 一个月不再动的很正常 这个不一样的周期嘛 六到八天还很好就过去了 到日级呢 那不把你烦死 对吧 你前面抓不到 后面抓不到 你中间是完命座 等到真的行情发动了 你根本就没有那个盘感 所以这两天的话 你把你的获利空间压缩到不能再压缩吧 就压缩到二三十个点 我觉得还有机会 那你放到一百点 你们可以感觉一下有没有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那基本上品种之间 昨天我先讲美日 说美日的话 我们看到去基本上 昨天我解盘的时候 大概的价格和现在价格 基本上是一致的 昨天我解盘大概在这里吧 应该是 对这边 对吧 所以我解盘的时候就这个价格 现在还是这个价格 一天基本上没有动 震幅大于波幅 这就是震荡式的走势 虽然今天有挑一个高点 这个高点我认为 就是大跌以前 这个点就是最高点 后面是横向震荡 然后这边的话也有人去买入它 会有买买入单 同时会把之前在这边做空的单子 稍微洗掉一下 就没有多少单了 因为这边这个点没有破掉 就是这个点 因为这个点没有破掉110.09 这个点 所以空单量也很少 但是他还是要洗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在这边下来以后 这边是没空单的 走到这边下来以后 在这边是有空单的 所以这边有空单怎么洗掉 只能是拉升一下先掏住 回测一下不给走的机会 再破位点掉止损 所以已经完成 在这个地方 所以那么基本上 而且他这个位置也没有超过前面的高点 所以还是没有创出新的高点 这两个点其实是在一起的 对于这个地方有多单吗 有 但是这个量也很小 因为是早上 20点钟 也不是集中的大的交易时间点 所以 那 我们看一下4小时几个线性 好 昨天4小时几次 我解盘的时候 昨天是在16 今天就到了04了 又走了12点 你说如果再加上今天到明天 再下行 就是到了112之下 如果是今天晚上 有再回射下来 横向震荡的话 只要下来以后 那么未来在这个区间内的 这个平均值就会被下拉 那么这个均线就会 再次稍微向下看 所以如果经过 三四天吧 到下周三四我们再看 算是今天还有五天吧 五天的话一共有 五天一共有三十颗 三十颗四小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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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之前每个 四小时的波动 看吧 都是基本上都是在两个点 那么就是六十个点 六十个点到哪里 六十个点就到今天的最高位 一百一十一点四 这个位置 而且如果是稍微的低下等头 就会比这个地方来的低一点 能明白吗 所以到时候就是 他就是碰到线就会下去 碰到均线就会下去 然后按照时间算就是在飞农之前 也说很有可能是 飞农之前就爆发 然后就开始新的一轮下 三四就可能会破到一百亿 会会达到一百零八 甚至一百零七都很有可能 然后飞农是不动的 然后或者飞农是加速的有可能 要看最后的盘感 然后加速以后可能到一百零四 空单统统统走掉 然后等到他在一百零四到一百零 一百零一点五零 这个区间里 看他最后哪个位置是极致 然后进入等 这就是我上半年说的 上半年的第一轮大 从一百零几 开始向上爆发一轮行情 这种方向比较大 你说能不能说挑到一百二以上 很有可能 当然你说一轮走到 有可能就一轮走到 因为极次足够大了 因为是日级的上涨 日级上涨走 一个波段走两千五百点 这都很正常 所以 这就是 包括他这个下坡以后 然后从一百一十四到 真的打到一百 一百零四以下 那就是爆仓了 强调这个爆仓的问题 上方的这一百一十四附近的多单就爆掉了 然后在运行当中没有给多单机会 当然最后有一个微反 但是微反的话是右空的行情 不是做多 因为他那个反的一个速度很快 而且是单顶 然后在大铺的下跌 那基本上也没有多单 然后所以这个形态走完以后 那一天去买入就可以了 然后夸张一点说 按照日级的反转形态 如果爆发的话 那一天会涨四百点 因为四小时大概是在两百点 两百五十点左右 小时级是大概在一百到一百五十点之间 这个是日级的 日级单日可能会有四百点上涨 不跟你们夸张的 可是已经跟你们讲了 如果到一百零二 一天涨回到一百零六 一百零七都很正常 如果深的是一百零三的话 一天回到一百零八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这都很正常的行情 基本上这是每日 我觉得每日的话会更清晰 因为每日的话本身它是要做爆仓的额举 所以它这边做完中继形态 然后再次下跌 那力度幅度和速度都会非常快 就它走的是一个很快速的下跌 然后末端会有大的下跌 然后会被打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点不会再破 就是一百零一点一八不会破 那它会无限接近于它 会不会 当然有可能 如果无限接近它就是到一百零二的附近 但是我们的空单一百零四就要走 就是你不能等到一百零二再走 就像前天讲奥币一样 奥币我说的是可以看0.7550 但是它不给你的 你就不能非要求那个点 那破了前面一点 1.07 1.06 1.7603奥币这个位置就要跑掉了 已经破位没有下行 对吧 同样道理 这边 报到一百零四就要平 当然 然后最后是微反 微反如果是一百零四之后有个微型反转 比如说回到一百零六趴带一个大跌下来 接多的不做空单都可以 好吧 基本上每日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黄金 黄金短板上我说了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空单 但是最后还是市场还是正 就是好像是个震荡格局 是个震荡格局 你说就是这个样子了 就是不动了 小时期的话基本上走成一条直线 对吧 不管是他们还有像英镑 英镑更典型走的一个横向直线 那么基本上的话昨天到这边来 我说在这边可以放空单 然后这边可能有破位的机会 如果你们昨天这边做了空单 可以留 如果没做今天不做了 其实他今天有下坡 我觉得可能概率也比较低了 横向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然后看明天吧 如果明天的话有盘感的话 也许是黄金有一波空的机会 没有的话 如果他真的就打下去了 我们放弃掉这一波 我们不管了 因为这个的话属于真的不可以确定的东西 就是有可能会发生 有可能不发生 那就归道可能不发生 然后把心态归零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等到他打开这个震荡空间 他有可能的变化 就刚刚有人问我说 每日的话 如果你认为比如说黄金 如果还那么一个下跌 那每日不应该上涨 这个那天同学有问 我说 每日如果我认为是大跌的 为什么黄金不会破1263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品种之间的强弱也许是有相关性的 但是走势的空间未必是一致的 因为每个品种之间 比如说像我现在看 我认为黄金这个地方就是双头形态 我认为1263就是从1122 反弹到1263就是一个三浪调整结构完事 然后 这边1263到1260就是双头 所以1260不该破1263 只要无限接近就可以了 奥币区说没人为转 我之前说了 他跌到那个地方 然后往上走 然后细盘 回到0.77附近很正常 好吧 我还看风的 只不过我认为没到爆发时间 或者是有可能点到一下0.7749 但是点掉了就结束 所以你们要做多的话 尽量谨慎一点 我不反对 当然你要做的话就做 好吧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黄金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M头 我认为右侧不该超过左侧 它会无限接近的 但是在这个M头的话 会走的比较复杂 它会有一个震荡期 震荡期以后才会下跌 所以这个震荡期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直在消化 比如说每日真的大跌了 它这边是不动的 不能够穿越 所以它要先打下来一个空间 比如说下周如果每日是 最终是往4小时去奔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点还没到 我还看不到 那每日比如说最后 最后它会往4小时一个均线去走 就是现在不是没到吗 然后到下周的时候 比如说先回到低位来 然后可能在重新的去往上破的时候 然后这时候黄金是有可能是 大幅的一个下跌的过程 黄金可能是一个大幅下跌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下跌以后 每日开始爆发 然后我们就看到黄金也会上 黄金也会上 但是下跌的速度快 黄金是做红向的震荡调整 等到每日真的开始涨了 当然我是主要做每日的 然后再黄金再去走它的机会就好了 它这边要消化时间还是蛮长的 我觉得包括它如果它有一天下来了 下来在这边还会做一些复杂的 再下去 好 有人问奥币 奥币的话 我那天我们去做处理的时候 我已经想了 我说在这边的话 我们把它平掉或者是把它盈利性损到 它会往上走 我会说它末端会到0.77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它要做一些横盘的动作 这个横盘动作是为什么告诉你 如果现在立刻涨 你这边的人做工的人它是不走的 为什么 时间没到 心理压力不够大 越是横向调整 就说你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以前 比如说它经历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横向时间 然后你下方有一张单子被套住 然后你发现这段时间里面 你的亏损值就这么多 哎 上来一点 下来一点 下来一点 不变的 你会怎么想 你会说你会想 一定别破前面的那个高点 然后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你到这个区间 发生了一个棒 一个快速上破 然后你心里就不平 就 就会产生问题 然后你没等到0.7149被破掉 就可能会 平掉你下方的空灯 这个你们回去可以试想一下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市场都在看着呢 你们点了止损价格就会接着点 只不过现在我是看不到这种心理 那等它运行一段时间 如果今天晚上接着是横向的 再加上明天 再加上下周一 然后开始加大波动 然后最后末端有一个大 快速拉升 然后我会告诉大家 可能这个地方下方 空单已经止损掉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空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 即使它不止损 它这边可能止损一部分人 它即使反向下跌 它终于 你砍过去 那还有可能是刺激拉升 又开始亏损 然后它又害怕往上扯 然后它会 还会把这个单子平掉 所以一步一步的 现在后面还看不太这么特别的清楚 有人说那方向辩论 那你要是为辩论 就做多去 然后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做分控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说 为什么当然有人说 为什么在群里不讲这个事情 我没法讲 懂吗 因为有人看空 有人看多 我能说别人是错的吗 能说我自己是对的吗 记住永远不要跟别人争的是分析上 对于错 最后是结果 结果就是我们在高位做了空 但我们在地位把它平掉就可以了 别人追的时候我们走了 等到别人被点击 所以我们再接着做空 对吧 我们方向都是看都是空的 但是我们能获利 别人获利不了 这是结果 那你同样道理 你说你做多就获利不了吗 也不是吗 你要如果在破0.7% 你买入 然后现在不也是获利的吗 所以分析的没有对与错的问题 关键是你交易的方式 你分析的方向 有人说大方向是对的 你记住大方向没有对与错的概念 因为大方向如果再有比你更大一个方向就是错的 这个市场是个无限大的情况 你说日期日期你方向对的 那在周期你方向就是错的 那到底怎么是对的怎么是错的 没有对错 分析没有对错 是交易 交易会有 交易的话你进的点位是对的 然后你出的点位是对的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进场 我们自己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就是说我们进场是哪里进的 我们是这里进的 我们出场在哪里出的 这里出的 这就是一个波 这就是一个波段的高低点 对吧 这就是一个波段的高低点 你要做的是做这个东西 你不要跟别人争论谁对谁错 没有对错 记住 为什么在群里面我会讲 我说那天我说完以后就说了 我觉得说多了 就是因为我既不想否定别人 我也不喜欢别人否定我 你否定我我也会别人吵 但是我觉得那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你愿意听就来听我讲 你可以认同也不认同 你可以自己想法可以有 没有自己的想法 都可以 对吧 因为市场的话要做的就是 你最终是把它实现为 你真正能在一个好的点位进场 还能在一个好的点位出场 就可以了 那么通常来讲 我们都要经历一到两次 有时候澳币第一次打开以后 到第一次拉回 第一次拉回就接近到我们第一次打开之前 那个点位 所以这一次的反弹最后目标 可能在0.7720到0.7730之间都是正常的 这是第一次拉回 然后在第二次打开 第二次打开可能会去到0.750到0.7500之间 还会有拉回 最后那个拉回才是拉回完以后 确认以后才是大跌 所以这个过程是很漫长 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两次拉升 做多的机会 也有 你说你从0.76做到0.72300 0.7200 可以吗可以 但是如果它破不了0.7749 你在0.7600做了多的 你到那个点位 你忍不住 你没有走 那回来你可就是赔钱 那后面再有一个拉升 你会希望 我又扛过去大跌又想去拉升 然后想破位 不破那后面可是大跌 那你就会赔钱 所以像市场里面最终很复杂的地方就是 你即使在0.7600里做了多单 如果他不破0.7749 打到0.7730你是不平的 人家人是有贪欲的 最终你会赔钱 有人说不理解 我等到真的走出来那天 你把今天我说的话记住 到时候给你复判就知道 实际上市场的话 这种规律的话 尤其是小集次的话 是很容易就看出来 当然 这也需要一个锻炼了 并不是说立刻就可以宽出来 只是说 你要理解这里面的规律 它里面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比如说第一次打开 第一次拉回 第二次打开 第二次拉回 第三次加速下跌 然后跌完以后结束 然后把上方的多单全部给它洗掉 然后就结束了 结束又再往上走 而这个时候是什么 市场可能认为是要涨 要涨 然后大跌时候认为不涨 不涨的时候涨了 然后涨的时候你做的 做的是错的 等到你认为不涨了 不涨开始大涨 所以节奏 永远是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 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节奏 只要从一个很细致很细致的地方 开始逐渐建立 你替我来解盘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获利 但这部分内容我告诉不了 你们也不用再问 没有办法去告诉你们 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事情 OK 那基本上 每日 澳币 黄金 就是我主要现在看的这几个品种 因为我认为 今年头三 头三轮大的行情 跟他们三个有关系 第一个是每日 第二个是澳币 第三个是黄金 这三个品种都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其次是欧元 欧元的话 那怎么说呢 就是回到我之前我讲的那个位置上 昨天我画画的这个位置 说篮筐 上方一点 就是走到这个篮筐 如果拉的远一点吧 就是差不多拉到这边来 就是会走到这个篮筐上边缘 到这边来 这个地方 然后回落这个点位 然后可能市场就不怎么再动了 然后在这边会后面会做横向结构 你会发现这个结构是在哪里做的 就是在境线位 看到没有 他是破了境线回到境线 然后后面做横向结构的话 就是一直是在 一直是在境线这个位置上 一直做横向结构 直到他有一天会爆发 现在看不到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 反正走大了自然就知道 现在的话 就把它当成一个长期震荡品种来思考 如果你做习惯欧元趋势进行的行情 这段时间可能欧元不太适合 因为在这个地方 资金既有往上走的又往下走的 就比较平衡 可以把思维转向于 不是和美元指数这么相关性这么强的欧元 给他挪出去 转向其他的 比如说美日占比 稍微比重小一点 包括澳币 包括黄金 这都可以 英镑的话也是如此 英镑的话 昨天也是一样 昨天他更气人 就是说什么气人的 基本上他昨天晚上到了白天这么大的幅度 是吧 到了晚上 几乎走成一条直线 这是昨天晚上后半夜 这是今天早上 一直到下午open开盘之前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横向结构 现在是下跌满弹 所以很难去破掉这个低点 因为这可能是震荡期间的下边缘 然后他会在后面也是横向的 所以就高抛低吸 如果你要做的话就按照这个思维做吧 好吧 如果不做就先放弃吧 没有那么轻易可能会突破这个地方 基本上的话就是这样 具体的没有什么交易建议 如果做的话你非要去做 黄金还是可以做一下 我觉得黄金还是有机会打开一个更大的一个震荡空间的 但是那个就相当于是说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不能够确定 因为市场的震荡空间 我是认为它是有机会是打到35 因为之前在这边有人坐高空 那可能35走不到 可能走到38或者39这个位置是有可能的 但是未必是今天动 那如果是明天的话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时间点就不好掌握 什么时候会有 那么它也是偏向于震荡 现在的话我还没感觉这个地方可能是 到了所有品种都是在做横向结构的 还是略微有点时间差 然后的话如果如果明天如果今天不动 如果明天还是这样的 我觉得如果这三天加在一起都是这样 可以把它归为是这个几次的 就是零的概念 就是说从之前的大的震荡周期即将回到大的波段行情 然后在大的波段行情第一轮的方向是假向的 另外一个方向是真性的 而且另外一个方向是大的行情 那么你就明白 比如说如果是我定义完之后 那么如果每日在下个月月初的时候先大跌 就是月线图 不是月线图吗 到明天收盘吗 就是三颗阴线连着的对吧 然后可能如果下个月 而这边有一个出现一个零值的概念 下个月可能是大阴线 然后末端收上去变成阳线 那么就是一个带长下影线的一个阳线 月线计 这是完全有可能发售的事情 你们说为什么 看这里了吗 这是什么 这是个太阳线吗 这有多少点 一千三百点 一千三百点 最低到最高 最低到最高一千三百点 这是从底端启动 经过一二三四四个半月 四个半月回撤 然后从外表看是吃掉它 吃掉这颗阳线的湿地部分 那终归没有破掉它 那么再收回去 那就是既主力既完成了进场 又完成了洗盘 如果同时间确认上涨 再出来阳线只会比这颗大 不会比这颗小 小吉思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有啊 小吉思你们会发生什么呢 这边我写那篇文章不也是吗 怎么怎么写那篇文章 记得吗 昨天写的 就是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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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有一个大阴线 我们认为这边是一个反转形态出来了 然后我们认为价格会怎么样 会下破到之前低点下方 会下去 好就这个时间点 然后这边既要有人做空 又把上方的多单洗掉了 然后价格会上去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那我只能选一种 我认为是达这个地方是跌不下去的 然后上方的多单已经爆掉了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人做空 或者是因为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是没有多单存在的情况下 那么达这个位置 向上运行 就好像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线 这不是月线图吗 看到没有 这边是最低是104.08对吧 这边是最低是105.19 比它高100 100多一点 那这两个线说明什么 我就不用拆解对吧 就理解 这边是上涨停盘在101附近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先从110回到105 然后再从105涨到112 那这边从低点104到10 104到110是涨了600点 这边是先回谈到105再涨到112 是涨了700点 能懂吗 同样道理这边也是 那两人说这不是月线级的吗 你们想看周图吗 这是不一样集次吗 但是如果你把它拆分了 就一样的吗 这不是 这是去年的 14年的9月30号 这边是14年的10月31号 正好一个月 中间经过几周 8周 你去找这一周开发 什么14年的9月30号 这是14年的9月份 从这开始 9月30号 就9月开始 从这开始吧 那么上行 然后看似是 看似是什么 看似是一个假的回调 啊 破位了吗 就是这边不是 如果你不看后面的话 如果我们不看后面 知道吧 如果不看后面 如果不看后面 这像是什么 像是一个反转形态 反转以后 在下一周 先贴 先从什么 先从这个位置上 107先低到105 已经很大了250 好 末端收回来 周五收回来 然后后面就一路上行 那你不能完全一模一样的形态 就说 如果再拆分 你可能是 再拆到这里 这是 这是一个啊 当然均线就找一块打均线上 你就知道就好 这边你如果再拆分日图 那就是一个 哎 上上的格局 然后哎 充不上去 看到没有 这儿充不上去 然后下跌 跌跌跌跌 然后末端加速 然后拉回去 然后周四拉回去 应该是周四 周三 周三拉回来周五 然后周五到到周五以后 这一周就变成是一个 到下影线的阳线了 这一周 好吧 你思考一下这种形态 就是我所讲的 这就是一个 看似像是反转形态 实际上 它是个中继形态 为什么 这句话就是另外一个我的核心理念 就是我们的交易都是 忘掉了 不该忘掉的东西 记住了不该记住的东西 你忘掉什么呢 忘掉之前每日有一轮大涨 那轮大涨是有意义的 从101涨到118 对吧 你忘记了 那你记住什么了呢 如果这边从上方跌下来到104 你记住的是这里 你把这边已经忘掉了 可是如果这边是主趋势 这边是起点 这边是回调 回调的时候 只要不破这个低点不就好了吗 对吧 深回调 那么再打开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真正意义上是 要记住应该记住的 忘记 不应该记住的 就忘掉 这挺困难 因为我们人的 大多数人吧 就是你比如说我说 我前天 前天在群里面说了一个 我说 横向六天 你还记得吗 很多人就不记得了 因为大多数人只记当天的事情 他记不了两天 三天的事情 你懂吗 记不住 所以要训练的 你要从小就开始训练 先把很小的集丝的这种单一的现行把它记住了 你才能在大的时候你就有感觉 你把这边都记住了 才有感觉 所以说你有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认为 我认为这个地方是上涨的开始 然后这边就是回调 那么你回调到我要的金的位置 我就要去买入了 而我们大多数人是什么呢 已经忘了这个地方 脑子已经没有这个概念 已经忘记这边有大涨 不认为这边是一个上涨了 然后记 只记住什么呢 这是月图啊 只记住了日图 而日图可能是大跌的 可他只是月图里的一个调整 能明白吗 所以这个里边 这就是周期性的概念 建立周期性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情 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好吧 大家有问题吗 大家留点时间 先不动马南人 好吧 到该动的时候 我自然会说的吗 我不说过吗 我做的单子 我都会处理的 该到动的时候 我自然会跟大家讲 你就把那锁单想成事 你就把盈利搁着了 搁着了 然后呢 然后你就想象下次是重新进场就可以了 你就相当于是这么一个概念 而下次的话 你就可以不加仓 你就再把那单子评开就行了 新代周期收集 这就是宏观和微观的概念 你做这个交易市场 你做的是微观还是做宏观 新代周期是什么 是宏观的吗 它是有时间差的吗 当然会议有这种概念 懂不懂 当然会有这种概念 但是你做的是微观市场 微观市场讲究的是什么 何时进何时出 你宏观是讲的什么 宏观是大 是一个大的一种 把周期性的概念 对不对 而且新代周期收集 可以 可以啊 我们说了吗 可以看多 我没有说不可以看多 每个人我没有反对任何人的想法 你可以去做 关键是问题是 你宏观你怎么想都行 对吧 你微观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很正很重要 你早进了一波你可能都会被干掉 对啊 现在周期缩紧只能说明是 怎么讲 就现在可能就是大家知道的澳洲这边 对吧 现在提高了存款 提高了贷款利息 存款利息没有提高 为什么 因为是因为银行的银根太紧了 所谓的这种所谓叫基础的 就是就是怎么讲 普通银行看的是什么存在比 现在存在比太高了吗 没有没有市场没有现金流了 啊 等一下好吧 我一会拉你进来 我把矿子搁这边 是什么都没收了 我不是适合 关键是你微信名叫什么 也许像你们说的 对 现在周期收紧了会看到澳门 那可能是要等到他真的跌到我要的位置 然后再开始涨了 对吧 不是苏大哥 我知道你是另外一个同学的 我稍等一下 我拉你进去 对 没关系 我想 我是不是 我 我 在这边 你说 你 它有问题吗 一年总有这样的行情 一年像这种 五到六天的横向震荡 通常都会这样 都会有这样的行情 习惯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客气 那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好吧 然后看一下市场 当然不一定都是对 只是说我会有我的想法 如果错了 然后我们再去修正就好 没关系 因为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 在这边解盘的时候 是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想法 因为我觉得我也会跟大家说我想法 群里面的话就尽量规一点 因为我会觉得有点问题 那先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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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